澹台玄仲极为赞成澹云,将价格由他们来定的做法 最终,上千个宗主,彼此之间经过长达一个时辰的讨论 给澹云爆出的价格让澹云二人解释一愣 五倍 这些渴望所需的爆发户们要给五倍的价格 并且希望皇甫圣宗能长期给他们提供物资 从此澹云便能看出来 这些宗门可不只是富有,简直是富得流油啊 澹云看向澹台玄仲偷去询问的眼神 澹台玄仲的回答只有四个字 由你决定 仲宗主将这一幕看在眼中,纷纷开口 澹事长,若您觉得价格太低,我们可以出六倍的市场价 对对对,六倍也没问题 真是有钱啊 澹云无语地摇了摇头 可在众宗主看来,还以为澹云仍旧不满意 当他们还想多说时 澹云接下来的话让众宗主感慨万分 对澹云更是好感倍增 诸位,本使者说了 我宗的目的是造福诸位的宗门 所以才为诸位提供修炼资源 诸位不要误解,还以为我宗是为了攫取资源 若是真出售,说句实在话 你们给多少零食我宗也不会卖的 这样吧,五倍六倍就别提了 按照市场价的两倍吧 语厅只要两倍 诸多宗主幸福地险些昏过去 心里只想,人家还真不是想敲诈我们呢 澹云仲对澹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显然清楚澹云的用意是什么 毕竟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 若真以五六倍的价格出售 时间久了,各宗自会逐渐有怨言 这种共赢合作的关系也无法维持太久 若以两倍的公道价格出售 很显然,这种共赢的局面将会延续很久 诸位,我宗唯有一样法宝不能给大家提供 此法宝便是戒子时空宝塔 诸位应该清楚 戒子时空宝塔尽管在品阶上只是宝器 但是需要尊启师,耗识十数年 甚至数十年才能炼制一座 故二,我宗尚不能提供 那能不能租给我吗 对对对,租也可以 我们不要多 每个宗门租一座戒子时空宝塔就可以 众宗主显然清楚 在宝塔内修炼的时间和外界时间的巨大差别 若能租到一座戒子时空宝塔到宗门 那对他们各自宗门重点培养的弟子来说 无疑是天大的习讯 谭云眉头紧锁,一脸为难的模样 呃,我宗的确有戒子时空宝塔 但是我宗弟子也不够用啊 本使者同意租 但是得等到十年后才行 届时,我宗尊启师炼制出一些后 再租给各位 种宗主闻言细形于色 哼,诸位 戒子时空宝塔 可是我皇府圣宗弟子 实力突飞猛进的强有礼法宝 要租给你们可以 但是到时候 本使者可得好好敲敲你们的灵石了 哈哈哈,谭诗者快人快鱼 没关系 解释尽管敲就是 我们还巴不得呢 大唐瞬间被众宗主的笑声淹没 众人对如今协商的结果 显然极其满意和心动 而令众宗主更激动的事情再度发生 诸位 之前所言的重重提议 皆是为造福诸位宗门弟子 现在本使者 还有更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我宗决定 在我宗山门脚下 建立一座天伐山脉最大的方程 方程的名字就叫天伐方程 预计实在建成 届时 方程内会开设商铺 出售各种修炼资源 还有最大的拍卖行 拍卖之物将包含灵魂镜 乃至神魂镜修饰所需的各种修炼资源 众宗主听的激动得浑身发抖 许知他们之中除了寥寥无几的炼魂镜之外 可都是神魂镜强者 他们一直都在绞尽脑汁 寻找适合自己的修炼资源 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如愿 现在皇甫圣宗要建立天伐方程 居然会拍卖自己修炼的资源 他们岂能不激动 当即 众人询问谭云能否快些建成 唉 这是个巨大的工程 颇为消耗人力物力啊 于是乎 众宗主提议 各宗派长老弟子前来 一道建设天伐方程 甚至亲自参与铸造这宏伟蓝图 这正合谭云的心意 于是此事便被敲定下来 两个月后 各宗主会带人前来一道伐木兼程 随后无需谭云提议 便由宗主主动开口 待天伐方程建好后 能否由皇府圣宗大能坐镇 届时也好公正无私地拟定成规 让各宗弟子安心交易 还有就是 能否让自己的宗门 在方程摆摊租铺 这一系列问题 谭云统统答应 这可大堂内显得是其乐融融啊 但在这欢声笑语下 上千宗主有一部分 又望着其他宗主面带杀鸡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何况天伐山脉上千个宗门 他们之间自然有很多结盟 常年与其他宗门兵融相见 这时 一名一直饱受林宗欺负的三流宗主 自席位其身 冲谭云报了报权 使者 我叫刘百川 我幽魂宗虽小 但也有数千名弟子 不知 我宗能否得到贵宗庇护 顿时 众宗主就安静下来 众人看似不动声色 实则各有所思 众宗主心中不由按马刘百川 哪壶不开提哪壶 还要不要尊严了 主动寻求庇护 要成人家的附属宗门 但众宗主也想借机瞧瞧 皇府圣宗是否真的狼子野心 有没有吞并自己宗门的意图 于是 又有三名宗主起身询问谭云 能否让自己宗门的天才弟子 拜入皇府圣宗进修 谭台玄正眼前一亮 不禁心中大喜 谭云却摇了摇头 诸位 我皇府圣宗有三不为 其一 不干涉他宗内政 其二 不招收他宗弟子 其三 不参与他宗之间的纠纷 大喜